10月29日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落幕當日 中共官媒發布了全中會公佈 公佈中15次提到創新 好像令中國進入創新型國家的前列雲雲 10月30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上 發表視頻致詞 再多次提到創新等 她說中國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 堅持將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悉尼科技大學教授 中國問題專家馮崇義表示 中共創新口號響亮 但根本沒有鼓勵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 沒有真正有原創性的貢獻和改造 只是山寨、偷人家技術或模仿技術 中共前外加官陳用霖對達紀元記者表示 中共通過從西方引進千人計劃人才 或是從西方搞所謂的交流、合作 從單向的技術轉移中得到了巨大的好處 中國政經問題分析專家 秦鵬對大紀元記者說 日本這些年諾貝爾獎頻出 也不是看到什麼方向去努力 而是主要是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學術氛圍 有充分的自由和條件 早在四年多前 中科院院士曾當面向習近平反貴 中共的網絡封鎖阻礙了科研工作的創新 中共的網絡 平安 中科院院士會定過 中科院院士有時就滿足 參索業員會定過 這是何卻所開了的忘協系片